丈夫欠债跑路,女司机开卡车拉梅,三年还清五十万借款。 眼前这个对着镜头灿烂微笑的女人,名叫隋金融。 你以为她是个网红主播,其实她是个拉梅的卡车司机。 在许多人眼里,拉梅就不是女人干的活,可她在鄂尔多斯一干就是十一年。 隋金融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,由于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,因此又被称为四丫头。 三年前,为了支持丈夫做生意,她跟亲戚借了很多钱,结果生意亏了,婚也离了。 前夫没有还钱的能力,跑路不管。 倔强的她独自揽下五十万的债务,每天一睁眼就开空车到煤矿装煤,然后拉到集装站称重卸车。 二十吨的车头,五十吨的货物,三十公里的路,每天要往返好几趟。 为了省钱还钱,养活孩子,工作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。 二十四小时,吃住都在车上,什么时候困了,就停路边睡会儿。 两年前,她拍了一段干活的视频,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许多司机的关注和支持。 从那以后,她只要干活累了,就会开直播和网友们聊聊天,有时还会唱上几首歌。 刚离婚那会儿,儿子寒寒才一岁多,四丫头不放心,就把儿子放在车里,走到哪儿带到哪儿,怕她掉地上就用绳子捆到腰上,吃着摆成一堆,能让她活着就行。 直到有一次,四丫头干活回来开车门,没发现孩子趴靠在车门边上,她用力一拉,孩子直接摔到了地上。 四丫头心疼极了,埋怨儿子怎么这么不听话? 韩韩委屈巴拉,眼泪直掉。 我忘告诉你注意安全了,趴门告诉你一声。 你儿俩就这样坐在煤堆上,失声痛哭。 四来想去,四丫头决定把儿子托付给妹妹照顾。 每到寒暑假,就让孩子跟妹妹的女儿喧喧一起玩,其余时间她继续待着。 韩韩年纪不大,十分懂事,经常关心妈妈的车是否过棒,一脸乖巧地听着妈妈的叮嘱。 跟妈妈说自己不要新衣服,我不要,男生要什么衣服啥的。 为了儿子能有一个家,四丫头不怕辛苦,咬牙坚持。 2019年不仅还完了50万的外债,还在鄂尔多斯城区康巴什租了一个公租房。 但为了干活方便,大多数时间还是住在车里。 目标给儿子买一套有电梯,能在屋里拉爸爸的房子。 2020年,第一场雪下得很大,车几天都不能动。 四丫头决定带着孩子临时到亲戚家落脚,用洗洁精清洗干净,吃上一顿热后饭。 为了多赚点钱,去年年底,她又贷款买了一辆新车,准备和妹妹一起到外面跑长途。 2020年1月9号,新车完成了全部准备,终于可以上路了。 将车上狭小的空间装饰于新,蕾丝花边的床曼,精致的坐套,舒服的靠枕。 这是她和儿子的家。 我的生活没有假期和四季,只有两季。 努力就是旺季,不努力就是淡季。 先穿袜子后穿鞋,先当孙子后当爷,干就完了。 和四丫头不太一样,眼前这个女人名叫苗慧玲,工位在副驾驶,工龄16年,常年飘在路上,不停在流动。 在卡车圈子里,像她这样跟着老公跑车的被称为卡扫。 在中国,大约有三千多万名长途火车司机卡扫2500万,跟车卡扫超900万。 2003年,苗姐第一次跟丈夫杨兴成跑车。 夫妻俩走的是拉萨,路上一会儿下雨,一会儿下雪,一会儿冰雹。 路击下冲下去四五辆车,她不敢看,也不敢下车。 感觉那一夜特别黑,觉得开车太苦了。 如果有个人能做个伴,说说话会好很多。 她一个人我不放心。 回家后,苗姐下定决心要跟车,将生意火爆到服装店盘了出去。 刚开始跟车,她不太习惯,不敢跟人家交流,而且缺乏好的货源。 后来,苗姐认识了一个高台的卡扫,学习如何找货、沟通,人都是逼出来的。 慢慢的,路线越跑越熟悉。 苗姐不仅在乌鲁木齐、张叶、成都都有了货源,还交了很多朋友。 经常把货源信息分享给别的司机。 在跑甘肃四川这条线的货源圈子里,大家都特别信赖她。 时间久了,苗姐还练会了一些独特的生存技能。 在时速90卖家的大车上做一顿简单的餐食。 在腿深不直,翻个湿就会掉下去的后座上,完成几个小时的睡眠。 在有热水的公厕,简单洗漱。 摔一跤,没时间喊疼,起来继续干。 一边给丈夫提人,记账。 一边联系下一趟要拉的货物,避免车辆跑空等待。 货车司机的老婆跟车,出来就是帮忙的。 一遇上事情,你必须得独当一面,你得干。 2019年10月,下午3点,苗姐来到棉竹的一家工厂提货。 这次她要运的是32吨化肥,见水就化,需要把防水措施做好。 等货物全部装完,已经是晚上8点。 经过三天长途跋涉,终于安全送达。 结束一路颠簸,两人终于回到了家。 儿子小康正在学校念书,现在是名研究生。 在她7岁的时候,苗姐就开始跟车,将孩子交给哥哥嫂子照顾。 有一次夫妻俩上了高速,小康在电话里一直哭,不想让妈妈走。 他们都有妈妈,就我没有妈妈,你别去了行不行。 康姐鼻头一酸,下车回了家。 小康边写作业边抬头看她。 妈妈你还是去吧,爸爸一个人走,我也不放心了。 孩子学习成绩优异,十分争气,一路上到了研究生。 夫妻俩咬牙弄劲干,不仅还清了买车的贷款。 2011年,还在家乡县城买了房子。 一时适应卡扫的角色,就越难尽到母亲的责任。 希望继续挣钱,供小康独博。 在家只停留了一天,第二天天还没亮,老杨和苗姐再次出发。 这次他们要去甘肃张叶拉洋葱送到成都。 一路上,夫妻俩畅想未来,生活越来越有盼头。 等我们有一天不开车了,就买个房车,出去流浪一圈。 沿我们走过的路,再走一遍。